今天來到了美孚排水閘門這邊 那這邊呢 他其實其貌不癢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水溝然後呢 剛好有個閘門在這邊 這邊呢我前幾天的時候有騎腳踏車來這邊晃晃然後就看到這個點 那當初是因為我有帶一隻小隻的吊桿然後立刻我就在這個地方 就這個閘門那個角角這邊 然後就吊然後我就吊前面那個草 草邊邊 非常非常的近然後我那時候拿的是一隻 12尺的非常軟的桿子 然後我自己就坐在這邊這樣釣 結果呢 前幾竿呢我就中了一隻大鯉魚 大概 這麼長反正就是很長就對了 中了一隻鯉魚王啊 好大隻喔 我這隻竿子不知道拉不拉得起來 被釘竿了 被釘竿了被釘竿了被釘竿了 夭壽 完成這樣子夭壽 而且又是 很軟的溪流桿 因為桿子又太軟所以在那邊拉了 10分鐘 對面有一個大叔一直在那邊看 但是到最後還是給他跑掉了 那我立刻就補了一點 右耳下去然後呢 再下第二桿 結果第二桿呢 我連魚影都沒撿到 魚就直接這樣 沖出去 完全沒有煞車 欸 各位第2隻第2隻 第2隻第2隻 第2隻第2隻 夭壽 這個更卡不住了 感覺快斷掉了 感覺快斷掉了 救命啦 救命救命 救命 啊斷了 那這邊的話我覺得 我釣到的那兩隻都是鯉魚 我當天還有在釣到一隻 寄魚 而且非常的大隻 所以呢 今天的目標不一定是鯉魚 也可能是寄魚 反正 反正是這邊有什麼魚 就釣什麼魚 因為水渠這邊 你也很難說啦 有可能釣到烏龜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先試一下再說 從頭中 今天呢,因為這邊的水域沒有很寬廣 但是呢,我還是打算用15尺的釣竿來做釣 因為上次的經驗就是12尺的真的是扛不住 即便你可能換上戰鬥竿 也不見得能夠把魚給拉起來 因為衝力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用長一點的竿子 創造出比較大的這個空間來駁魚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一樣,這個絲手繩把它準備起來 要把它扣在竿子後面這邊 如果真的釣到大魚,我真的扛不住的時候 我就會把竿子直接丟出去,直接讓它跑 這樣子可能還有一點點機會把大的魚拉起來 只要把魚拉起來 結束了 對筍子在竿子裡 可以把魚拉起來 就讓我們去下一個很大的魚 讓大家看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水其实还蛮深的哦 大概有到六尺左右 然后因为水深然后我不会掉贴底 所以我会把浮标 因为也要看啊 也要看当下这个鱼的涌成出来 不过我目前就是会先找到底之后呢 把浮标往下移一个手掌 让两个都离地 就是悬浮的状态 但是它们也没有离地很远这样 主要就是让鱼在底部游的时候 它们也不一定会去找底 因为我没有打很多的饵 所以还是以钓飘的方式为这个钓法 哦吃一口 中鱼了中鱼了 哎呀 哇雷那一只 哇雷那 好多好多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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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大的 啊鱼啦 勾到身体 中一只鱼啦 哇这大鱼啦很有力耶 哎呀 不是大鱼啦哦 不是大鱼啦哦 雷那哦 但是勾到了勾到了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大还吃雷啦 來靠过来 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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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的鱼啦哦 这只 因为刚刚不小心勾到它 所以拉起来 看起来就很大只 但是不过 是勾到了 因为 它摇耳的方式 我可能没有抓好 非常对不起它 趕快把它放生掉 放生掉 我中了2倍 1倍没上来 第2倍 是哦 我是觉得很好玩 搭这个 對啦,要到這裏 我對那些都給韓芷啦 韓芷配在那裏 韓芷要用烤過的韓芷 要烤過就對了 那你最有做影片 對啊,對啊,對啊 那如果放就我 欸... 都是這個啊 第二隻啊 第二隻了 對啊 要把它放下去 我是要找... 雞肉啦 雞肉叫台北 比較好勝啊 雞肉 唉唷,有力的有力的 走 唉唷,有力的有力的 唉唷,鯨魚 雞肉 結果不是台雅 是雞肉 雞肉 不過雞肉也可以喔,雞肉也是我的目標 欸 欸 再靠近一點點 嘿 起了 起啦 唉唷 又是一個良型的啊 這邊齁 離水有點距離 所以放生一樣 用網子放 比較不會摔到 比較不會摔到 嘿唷 中... 嘿唷 中魚 唉唷,夭壽 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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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唉唷 唉唷 這麼大條 亂想 唉唷 這麼大條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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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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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隻的雞肉喔 哇 拉不到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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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隻喔 這雞...這裡的雞肉真的是好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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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這邊生態的關係喔 那邊魚都比較大隻一點 唉唷 起 來 丟一看 漂不漂亮 這麼大一隻 而且體色非常的好看 夭壽 這邊的雞肉齁 體長真的很不錯 拉力也很爽 但是呢 我發現這邊普遍的問題就是 都有一些傷啊 不知道是因為這邊 垃圾魚很多還是什麼的原因 不過體型真的都很好 超大隻的 應該來講說 算是非常非常良型的體型 剛剛呢 的釣況其實就是 一些 苦潮跟 雞魚齁 那這邊的雞魚真的都還 蠻大隻的 但是呢 我其實想要的是 來挑戰一下這邊的鯉魚 因為其實 剛剛的時候有斷線過 就是 拉起來 然後完全沒有給我反應的時間 就直接斷掉了 所以我覺得 我還要在我的 勾子跟指線上面 去做調整 把它調到說 可以應付這種大魚 因為其實我的目標是他們啦 但是 其實這邊的雞魚已經非常好玩了 但是我覺得 更大的鯉魚 才是我挑戰的目標 所以呢 我明天呢 還是會 來到這個點 然後我的耳料 會有點改變 然後我的線主呢 會造就 但是我的線呢 會稍微調粗一點點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 真正的大鯉魚給釣起來 好的 今天是 第二天 然後一樣來到 原來的這個地方 那現在的時間是 呃 早上的 8點09分 剛剛 到這邊 的時候 有個很大的地震 那大家應該都有感覺到 但是你看整個 水岸邊呢 這個水呢 大概就是晃 晃起來的幅度呢 大概有到 將近一公尺高 就是從那個岸邊都看得出來 還有剛剛 填旁邊的水溝的水 都直接跑出來這樣子 就是晃晃晃 晃很大力 所以我在想呢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 今天的釣況 但是也沒有關係 反正 既然來了 都來了 我們的目標呢 還是大鯉魚 但是 有沒有 就 沒有的那麼重要 就是 既魚也可以玩一玩 這樣子 然後就是 把這邊呈現給大家看 那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水變得非常非常的髒 前幾天的時候 我有到上游去看過 然後那個時候 整個水面上都是浮的一些黑黑 很像是燒過的東西 然後跟油 那今天呢 應該是飄下來了啦 超髒的 真的是 而且又臭 所以 還是請大家垃圾不要亂丟 但不過這個應該 有可能是 有廢水排出來 不是小型的垃圾這樣子 所以 反正就 對啊 就臭臭這樣子 但是還是可以試一下 今天呢 因為呢 要挑戰更大的油 所以呢 我把 鉤子呢 的紫線 我換成了1.5號的卡繃 就是 非常粗 非常硬 應該來講說 1.5號是我平常在 吊黑格用的粗度 所以1.5號應該是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哇 等一下 站不穩 然後旁邊的鐵盆一直在空空空 然後水一直在晃 反正 欸 還要不要釣雲呢 不知道 那還要釣幾次 走 欸 哇靠,已經撞掉了 喂,撞掉了 瘦瘦 哇,哇 瘦瘦 終於中了啦 對啊 感覺長得了 對啊 昨天,又斷了兩次 哦,知道了,知道了 啊 啊 漂亮 漂亮 哦 終於中了一隻 但這邊這水真的是非常的髒 整個魚身上都油油的 然後 魚的皮膚狀態都沒有很好 看一下 這一隻 沒有到很大 因為跟我之前斷鉤斷線的那隻 比起來,這應該就是小屋見大屋 這非常的 這一隻真的沒有很大 但是看他的皮膚狀態也沒有很好 不過就證實了這邊真的是非常多的這種 大的呆啊 好,非常漂亮,金黃色的 可是 對他眼睛甚至有點受傷 然後我看嘴部 還好,嘴部沒有什麼鉤子 因為鉤子可能都在更大的上面 今天的任務也算是圓滿到這邊 非常的順利 終於還是給我釣到了這一隻 各位前輩釣了 今天的釣魚就先到這邊結束 那兩天種了下來呢 第一天都是寄魚跟哭槽 那今天呢 剛剛一直不停的有魚鎮 但是呢 還是會咬啦 咬得比較喵一點點 然後最後的時候 終於起了一隻大鯉 那 整個釣魚也算是圓滿結束 也算是我探這個 水溝釣點 非常成功的一次 因為這邊真的 纏了很多的大魚 但是 水質 真的是非常的 不堪入目 因為表面上都飄滿了油屋 然後還有邊邊有垃圾 跟 一些 像是廢棄物的東西 在水面中飄浮 然後對面甚至還有家型垃圾 在岸邊上 所以我覺得 請大家拜託 共同維護我們的環境 每一次到遠遠來釣之後呢 路邊就多了很多的垃圾 這個也是要請大家去注意的 那 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最後再提醒一下 我現在有開了FB跟IG的 贊號 因為我會在上面更新我的釣魚利器 所以請大家再追蹤一下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 掰掰